据台湾媒体报道,林权自2016年5月20日就任以来,施政不满意度持续走高。 2016年8月,台湾指标民调公司的民调第一次显示,民众对林权团队的不满意度超过了满意度,此时距离他上任还不满三个月。 而到了2017年5月20日上任一周年之际,包括绿营在内的多家民调都显示,民众对于林权团队施政的不满意度已上升到近六成,远远超过满意度。 岛内深绿人士更质疑林权所谓老蓝男的角色,拖累了民进党。 林权不是任,要叫他。 他的性格不是做一个领导的人。 2017年9月3日,时任台行政机构负责人林权,以完成阶段性任务为由,向蔡英文递交辞呈。 9月4日获蔡英文批准,9月7日,林权率领行政团队总辞,结束了他一年零三个多月的任期。